一声叹息,国足输日本的赛后,李铁一席话让人感到中国足球的无助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各位,国足选拔队在本届东亚杯上以1比2输给日本队,继续延续21年不剩的尴尬记录 要知道,在这些年中,国足至少还赢过韩国队两次,但面对日本队却毫无办法 平均年龄比我们小好几岁,但我们就是无法赢球,甚至连个捞个平局都难 中日足球的差距让人感到窒息 中日足球的整体差距是一个大命题,但萎缩到比赛层面,就是比赛能力的差距 而这,也是即便是李皮也是难以解决的,更别说李皮的弟子李铁了 赛后,国足选拔队主帅李铁接受了顺踩,一席话让人感到中国足球的无助 采访中,李铁首先认可了球员们的表现,认为他们踢得非常努力,但在控球上有点缺乏自信,不过后面越踢越好 关于这两个失球,他有点可惜地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谈到这批球员很多都是此前在国家队获得机会不多的 李铁回应道,这场比赛,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人生中第一次代表国足出场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,他们的表现都很好,也很想踢这个比赛 我们注意到,李铁话语中间这个省略号这里,是他突然有个停顿并改口 而他这个停顿和改口,恰恰说明了很多问题 很显然,他本意是想说出球员的不足,但突然意识到这是在做无用功 与其向外界说出球员的能力不足,不如更多给鼓励 因为双方的差距就明摆在这里,任何指责和批评都是无助的 正如李铁所说的,这批球员不是不拼,他们也很想踢好这个比赛 但奈何计不如人,以大打小也避免不了输球,不禁让人一生叹息 以前我们总觉得国足输球是球员不够拼,但其实是我们高估了我们球员的能力 人家即便是派出大部分20岁出头的球员,依然还能战胜我们平均年龄将近30岁的国足 更何况他们中更多球员还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 这就是中日足球的差距 李铁也无能为力 所以,从这场比赛来看,中国足球跟日本足球的差距至少10年以上